五顏六色的彩虹堂 在網路上討論度爆表 就是因為美國共和黨候選人 川普的長子小唐納川普 轉發了這張照片 上面寫著 如果一碗彩虹堂內三粒有毒 你會抓一整把嗎 我們的難民問題就是如此 把敘利亞難民比作有毒的糖果 立刻被炮轟 網友哭搜小唐納川普三姐弟的照片 只說找到三粒毒糖果了 尷尬的是 拍攝這張照片的人 本身就曾經是難民 他批評川普團隊 沒經過他同意 擅自用了照片 美國總統歐巴馬 任內最後一次 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說 敦促全球一起努力幫助難民 還表示全球五十二國領袖 承諾明年總共將接納 三十六萬名難民 總共拿出三十億美元 用於人道救援 其中包括大陸的三億美元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也表示 三年內將提供二十八億美元 幫助解決難民危機 記者綜合報導 總統 音樂